玉旅正有史以来第一场由民间发起举办的候选人证件发表会是圆满的落幕了 除了扫除青壮年对政治冷感的印象外 各级参选人也踊跃的参加 活动发起人张正宇以及他的团队干部对此感到相当的诧异 也肯定候选人的表现 他也表示在选后也会持续监督每一项的证件 关注地方正正的发展 4号当晚玉旅正有史以来第一场由民间发起的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各级参选人部分党派都踊跃到场参加 令主办方感到差异却有相当感动 那我们是非常开心 其实玉旅正候选人其实都很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对我们活动单位来讲 我们是觉得很感动 然后这次其实发起的几乎都是青年 那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霍连南区偏向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 候选人也乐见政见公平公开受大众检视讨论 态度开放正面 仅只是关心地方政治发展的一群人 共组共发的这一场公民参与政见发表活动 出示提升就备受地方各界的支持肯定 也令主办团队干部对地方政治发展的改变相当具有信心 我在这边就是从小看到大的玉宇 我是希望说玉宇未来之后会有一些发展 然后还有让一些年轻人就是有更好的一个红迹 我是嘉义人所以我没有投票权 但是其实我非常想要就是参与这种公共活动 尤其是让正式没有投票权的学生 他们其实也我也邀请他们来参加 就是他们的意见其实也是需要被考量到的 参与这个公共的议题 然后就希望下一届政长就是为玉宇 一起用更大的力量注入到地方 那个花灵议会观察联邦 然后对不对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前任子也办了一个青年座人 所以看到南区有朋友办了这场 我们想说一定要下来支持一下 然后也很高兴听到大家非常精彩的分享 玉宇正公民政治参与平台 是由一群关心政治发展建设的新住民 在地青年老师甚至农民等所组成 正式聚平台雏形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 平台干部与志工各司其职 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获得不错的评价 17个人 17个人 然后每个人负责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觉得比较核心的 比较核心的角色大概在六七个有 希望是可以持续 因为这是一个公民参与的活动 所以上任后也要监督 持续监 对所以希望是持续性的 玉宇正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未来是否会发展成为正规公民社团 亦或者仅限于这一次选举公民参与模式 团队干部立场尚未明确 不过活动发起人张正宇确立的是 未来也将通过平台 提供相信民众公共政策上的参与讨论 尤其选后也将持续监督 关注每一项政见的执行 让公民参与权确实发挥落实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指约